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謝謝副教務主任還有現場的朋友們 大家好 好 我的名字叫尤喜富 尤喜富是阿美族的名字 我住在花蓮玉璃鎮 這邊有沒有來自花蓮的朋友 那大家到過花蓮沒有 玉璃鎮 有 有到過 那我家其實比較靠近瑞稅 那大家知道那個瑞稅牧場 還有泛舟的那個起點 我家就是住在那邊 我想在這之前 我先跟大家簡單的自我介紹 我現在已經移民到英國的愛丁堡 已經有18年的時間 那很多人問我 為什麼會選擇到愛丁堡 那大家都以為我在開玩笑 其實我是因為在台灣混不下 只好流浪到英國去 那我待會會跟各位 就是 分享一下我怎麼樣從一個油漆工 變成一個畫家的一個故事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 愛丁堡是一個人文會萃的一個地方 大家有沒有去過愛丁堡 這邊有沒有人去過愛丁堡 很冷對不對 夏天也要穿夾克對不對 因為它的那個尾多偏北尾 那靠近那個跟那個莫斯科的尾多一模一樣 可是呢這個冷的地方呢 我就很喜歡 因為我自己身體是屬於比較燥熱型的 那所以呢為什麼每次台灣太熱的時候 我就飛過去冷一點我就飛回來的原因 那大家我想知道 JK Rowling寫下了哈利波特這個故事 其實他就是在那個美麗的愛丁堡那邊 那其實愛丁堡呢 它是第一次跟第二次世界大戰唯一沒有被炸到的城市 所以呢它保留了中古世紀的邱德式的建築 喬治亞王 維多利亞女王 一直到近代的建築 還有歌德式的建築 堪稱是世界建築的一個博物館 所以呢大家如果有興趣 或者說對建築有興趣的歡迎來到愛丁堡 而且愛丁堡每一年的八月份 它都會舉行全世界最盛大的愛丁堡國際藝術節 每一年都會吸引全球五十萬個人潮 那甚至有三千多個表演團隊或是藝術家到那個地方去演出 所以呢這也是少數幾個用文化跟藝術造就出很偉大的價值 甚至帶來很高的經濟產值的一個城市 那所以呢我現在住的地方就是在那個地方 那近幾年來我一年會回來兩次 我常常跟別人說我是一個候鳥 那除了剛剛就是說當這邊太熱我就飛過去 那邊太冷我就飛回來之外 那也有一些工作的原因 比如說我要辦畫展 那這一次在臺北在那個Water Center就是那個社貿 那個地方展覽 那我就是為了這一次的臺北就是臺北國際藝術博覽會回來展覽 當然呢我還因為配合要跟那個富邦文教基金會到太武國小 在屏東那個地方去辦偏鄉的藝術營 所以我也特別回來了 那來來去去呢 從2010年 那個時候我就跟袁長壽先生他們一起到偏鄉 一直做到現在 那今天我的 今天我好開心喔 可以來到那個台大這個地方 我來的時候我還走迷路了 因為我不曉得有前門跟後門 我跟人家約的是前門 結果我到的是後門 然後我又搭那個taxi繞到前門來 那我剛剛有跟那個副教 那個副教授組長這邊 主任這邊有講 我父親會很開心今天我來一位 年輕的時候我父親就一直希望我讀台大 然後呢今天我有機會來台大 站在台上跟大家分享 他一定會很開心 所以玉山那麻煩你幫我多拍幾張 我要跟爸爸炫耀一下 他一定會很開心 好 那我現在跟大家好好地分享一下我的故事 我五歲的時候各位 我就很喜歡唱歌 而且我知道我長大就要做什麼事情 我要當一個歌星 因為我很喜歡在台上唱歌 因為呢我每次唱歌的時候 我心裡面就很愉快 因為可以抒發 那再加上每一次我唱完歌的時候 我都會看到人們臉上的笑容 我就很開心 所以呢我一直很喜歡唱歌 所以我從國 我記得我爸爸說我國小 大概五歲的時候就參加部落的歌唱比賽 那大人在參加就是舉辦歌唱比賽的時候 我沒有報名 我就直接跑到台上去 跟主持人要麥克風 就在台上唱歌了 那當然我沒有得名 因為我寧姿還很小 各方面的技巧還不夠 可是到最後我得到了一包糖果耶 那我覺得我是最好的 因為為什麼我拿到了一包糖果 那你們知道小孩子最喜歡吃什麼 就糖果啊 那所以我覺得我是最好的 所以我從國小 大概五歲的時候就一直唱 一直唱到高中 那我也一直是在唱歌 那很多 所以說像我十八歲的時候啊 我就告訴我自己 我一定要離開這個尿布拉斯的地方 因為對我來講 我們那個小小的部落 不是我要留下來的地方 因為我的夢想在北部 在遙遠的北部 因為那個地方 可以發展我的音樂的夢想 所以十八歲的時候啊 當大家在那個瑞瑞火車站 很傷心的離別的 你發現你們在電影情節 或者電視情節 看得到那種離別的揮灑的場面 那個地方 大家都會看到那種場面 可是我不是 我是歡天喜地 開心心的要離開 因為為什麼 怎麼可以離開這個尿布聖誕的地方 因為我家旁邊就是稻田 稻田旁邊還是稻田 稻田到山的那邊 又是稻田 所以好多蝴蝶 好多青蛆 好多營火蟲 煩死了 真的好無聊 可是我繞了一大圈 我才發現 其實那個曾經 讓我最唾棄的地方 才是最美的地方 因為那是家 沒有一個地方 比家還要美麗 那再加上現在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印象 就是兩年前 齊柏林導演拍的那個電影 有一個巨人的腳印 印在那個大 那個稻田上面 有沒有 那就是我在後面 好 那所以十八歲 我就好開心好開心地離開 那到了台北之後 像我們這種沒有身家背景 也沒有關係的人 那要達到夢想 其實有一個方式 就是參加歌唱比賽 對 我記得我二十出頭的時候 我參加一個歌唱比賽 那一個叫夢公園 叫飛碟唱片 這家唱片已經沒有了 那時候舉辦了一個 偶像歌手的那個歌唱比賽 我好不容易從三千多位的參賽者當中 一路過關斬價 那拿到了第一名 結果出唱片的是第二名 為什麼 因為他們嫌我太黑了 而且不夠偶像 而且呢 也不夠高 可是各位 我有醜嗎 然後他們嫌我很黑不好看 可是我到了英國之後 我才知道我這種顏色 是他們最頂級的 Honey brown 蜂蜜焦糖色 而且他們還問我就是說 請問一下你這個皮膚 是在哪一個曬燈床 或是哪一個健身房曬的 因為呢 他們要花很多的錢去曬燈床 不然的話 就是要到南歐去曬太陽 才會曬到我們這種 古銅色的肌膚 Honey brown 蜂蜜琥珀色 那他們曬的時候 也不一定會曬得出 我們這種均勻的顏色 搞不好還會曬傷 或者是曬得紅紅的 很難看 所以在那個時候我就發現 哇 原來我身上這個皮膚是 歐洲最頂級的 就是Honey brown 我在國外才開始經歷起 我自己的自信心 那再加上 藝術家在歐洲 其實他們的社會地位是很高的 那我在台灣的時候 坐計程車 他們問我 請問你是做什麼呢 我是畫畫的時候 喔 你們一定很辛苦 有飯吃嗎 你們可以 可以 你們可以 生存得下去嗎 那可是在歐洲的時候 你好 你做什麼 我是藝術家 哇 就全部攏過來 然後會問我 你畫什麼東西 那什麼風格 我可不可以去看你的作品 那完全不同的那個 那個待遇 所以我在國外才慢慢慢慢地 經歷起我自己自信心 那待會呢 我會帶各位去旅行之外呢 我也會帶大家去看那個愛丁堡 那在這之前 我再把我先把我這個奮鬥的故事 跟大家講 世界上有兩種人 一種人呢 有這個天分 有這個運氣 所以他很容易達到那個 他要達到的夢想 另外一種人呢是 有這個天分 沒有這個運氣 不管他再怎麼努力 都沒有用 我就是屬於這種第二種人 很不幸 那除了剛剛我們聽到的 就是我那一次 拿了第一名 結果出唱片的是第二名 因為我的膚色的關係 那所以那一次比賽時候 給我了很大的一個就是打擊 我也覺得就是說 怎麼會這個樣子 我第一次就是感受到就是說 有很多的挫折 或是說世界沒有你想像中 這麼容易 所以呢 那段時間其實我也沒有放棄 這個歌手的夢 所以我也跑到人家 小鋼竹那邊當外場人員 我也到過雙盛冰淇淋店 去挖過冰淇淋 可是呢我從來沒有忘記 我自己當初為什麼要來 台北的原因 還有的動機 所以有一陣子呢 又有一個歌唱比賽 也是全國的歌唱比賽 而且還上電視 那我也是一樣 從全國好幾千位的人當中 一路過關斬將 後來就拿到了第一名 那也有牽到了一張 可以出唱片的那個機會 那可是呢我們錄到 錄音我們已經錄到一半了 結果老闆跑掉了 因為那時候有疫情專案 那個就是掃黑的那個行動 那剛好呢 他有黑道的身份 所以他逃到香港了 所以我這個夢想呢 我這個音樂夢想 又供孤了 落到一半又沒了 所以我發現 我每一次我的夢想 幾乎要到達的時候 就會發生事情 幾乎要到達了 又被泡沫化 那個時候很難過 也很傷心 後來 那我也陸陸續續續 做了其他的工作 比如說我到錢櫃當外城的人員 我也到那個 很多不同的地方 比如說還有到 四大陸那個 阿多嘎區的那些Bar 我去當Bartender 我去那邊當Bartender 什麼工作都做 那後來有一天 我們終於幾個好朋友 我們組成了一個偶像團體 叫黑珍珠 各位現在YouTube還找得到 那個主題叫 我們的主打歌叫做為你瘋狂 現在不要看 因為呢 你們會發現很瘋 因為那個時候 各位小鮮肉 那現在就變成老辣肉了 所以等一下再看 不然你們會有很大的那個 那個失落感 好 那個時候呢 我們就出了 我們那個時候出了一張唱片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印象 就是羅密歐 羅志祥 那我們是羅志祥的 同一張唱片公司 那個時候呢 我們好不容易出了一張唱片 也在生命上有一個月的時間 可是那個時候發生了一件事情 又供估了 那時候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經紀公司 我們的經紀人跟唱片公司 發生了財務上的糾紛 所以呢 他們在雙方無法達成 和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被迫冷凍了 不是我們表現不好 是因為他們雙方 就是有財務上的糾紛 那因為我們跟他們簽約是五年 那所以我們被封了五年的時間 怎麼辦呢 那時候可口可樂 剛好要找那種就是陽光型的 光陽計程 要找那種膚色很健康的那種 藝人去拍 我們幾乎要準備拍了 因為那時候 要感謝那個日系 那種109辣妹 因為他們那時候 模仿黑人的那種膚色 他們故意把它曬得黑黑的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那個時候 時間的潮流 那時候市場的潮流 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很快的就被注意 那可是因為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之後呢 我們被迫冷凍 那五年內我們沒有辦法出唱片 也沒有辦法到歌廷去到club去演唱 甚至連接個廣告都沒有辦法 那個時候呢 我就覺得哇 怎麼會這麼衰 那我有一個朋友在英國就寫信給我說 嘿 Janny 我的英文名字叫Janny 你好不好 我說我不好 他問我為什麼 我就把所有的來龍群來告訴他 那結果他就說 哇 這樣子好了 既然你在台灣不快樂 那你就可以來愛丁堡三星 等你好一點的時候再回去 我那時候也想著說 嗯 台灣好像 我再怎麼努力都沒有用 那而且我試過了很多遍 那台灣真的是 我一個傷心之地 我還是離開好了 我記得 1998年 1999年的時候 我那時候離開的時候 晚上七點半的飛機 沒有人送我 我一個人在那個機場 我告訴我自己說 我再也不要回來了 因為不管我再怎麼努力 好像都沒有機會 所以呢 我就把 打算要把愛丁堡當做一個逃城 那時候是很傷心的一個機場 在第一航煞 那沒有想到幾年之後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那個傷心機場 竟然 張開雙手 歡迎我回去 在那個機場辦了畫展 那我是台灣原住民第一個藝術家 在那個地方 在國家門面辦畫展的藝術家 那 人生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再回來 那我到了愛丁堡之後 哇 剛好碰到愛丁堡國際藝術節 很多盛大的藝術活動 那個美麗的建築 還有他們那個地方的那個環境 真的非常的清幽 那而且 一切都是我心目中想要留下來的 就反正我在台灣也混不下 也過得不好 所以我就想要留下來 所以我就跟我的朋友說 我很喜歡這裡 因為我在台灣我不快樂 我可不可以留下來 那個是十幾年前辦移民 沒有現在這麼困難 而且那個時候也還年輕嘛 而且又是藝術家 他們歡迎藝術家進出 所以我很容易的在很早之前 我就拿到了那邊的軍流權 然後也去申請了他們的公民 所以我現在有雙重的國籍 那剛開始在那個時候 我很難找到工作 因為我總不能一輩子 一直住在朋友家的沙發 我還是要出去工作 那華人在外面有兩個工作最好找 第一個在餐廳裡面洗碗 可是我的手有富貴手 不能碰洗結晶 那我就選擇做油漆工 為什麼 因為可以限領 那也沒有就是時間的限制 所以我就選擇當油漆工 那其實 在當油漆工的這三年的時間 我得了憂鬱症 各位 為什麼 我曾經在舞台上光鮮亮麗 那既然今天要流落到異地 去幫人家洗油 去做一個很卑微的一個工作 我常常七到一半 我就坐在地上哭 那我有三年的時間 我得了憂鬱症 我人間蒸發 甚至我連音樂都不要聽 各位你們可以想想 一個曾經這麼熱愛音樂的人 到最後選擇不聽音樂 那個傷是有多深 那有三年的時間我人間蒸發 父母親也找不到我 朋友也不曉得我在什麼地方 因為各位你們想想看 一個人不得知的時候 又碰到那麼多不順遂的時候 其實會選擇想要把自己封鎖起來 我那個三年就是那個樣子 而且我還酗酒 那因為酗酒 因為喝了酒之後 我可以暫時忘記 我自己的不得知還有不快樂 因為那麼遙遠 又離開父母親 那人生地不熟的 又這麼冷 食物又這麼難吃 那在那個地方真的是很痛苦 那三年的時間沒有人找得到我 所以有的時候我一邊去 我就一邊掉眼淚 那有一天呢 我的朋友就跟我說 那時候是2003年 我永遠記得 他就說 欸 姐妹 我們要到希臘去旅行 剛好我們多了一張票 你要不要去 因為各位七千塊可以來回到希臘去 很便宜吧 全世界有五個國家我最想要去 希臘的那個藍頂白牆 夏威夷的那個藍色的鑽石的建成的海洋 還有就是金字塔 就是埃及的那個金字塔 馬丘比丘就是秘魯的那馬丘比丘 古文明 那還有南極的冰山 我好開心 我這幾年我都已經有機會去看過了 那個時候為了這個就是藍頂白牆 我決定去了 那到了希臘那個時候 2003年的8月 我們沒有事先訂飯店 所以從早上10點一直到 傍晚7點我們都還沒有找到 你也可以下榻的地方 因為是旺季 這是一群大傻瓜 然後到了7點多快天色已經漸漸暗的時候 我們就在一個很髒亂的一個羊肉市場店 就看到一個阿嬤跟我們招手 她一邊剁那個羊肉 就一邊看我們 嗯 這些人一定是今天晚上找不到地方住 剛好我樓上那邊 有那個就是非法的房間 好歹也是可以多賺一點零用錢 就把我們叫過去了 各位阿嬤她不會說英文 我們不會說希臘話 你知道我們怎麼弄到三天晚上的住宿嗎 還好阿嬤聽得懂一個英文字 tomorrow 所以我們就說 tom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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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三個晚上 所以各位英文很重要 英文很重要 那待會我告訴大家 我怎麼學成我的英文的 在沒有錢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如何創造一個環境 然後不出國 我也把英文這個部分給預備好了 那天晚上就發生了 晚上凌晨三點半四點 有一件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各位你們耳朵要聽 英文叫super nature experience 超自然經驗 那天晚上睡到三點半的時候 其實這種東西我很難去解釋 因為有些東西科學無法解釋 但是因為你們可以不用相信 但是這的確是我的個人的經驗 那就像風一樣各位 我們看不見它存在不存在 存在啊 所以很多東西是無法解釋的 那天晚上這個超自然經驗是怎麼樣 所以到三點半四點的時候 我夢見有三位藍色的天使 來到我的夢中 然後就用英文跟我耳說 is the time time to painting 就抓住我的手 教我怎麼使用筆刷 教我怎麼使用顏色 瞬間那個白色的牆壁就出現了 藍色綠色紫色的河流 就這樣子流淌在牆壁上 哇好美的顏色 我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可是呢 我那個時候我以為我在做夢 可是我張開的時候 魚 天使還在這麼大隻 三隻在左上角 這不是瓜裡亂神 反正你們要聽 要相信不相信都可以 你們就聽聽看 那那個時候呢 可是我身體沒有辦法動彈 我的嘴巴也沒有辦法說話 因為我想叫旁邊那幾隻豬 幫我看一下 是不是我發瘋了 還是我做夢了 還是我有什麼幻覺 可是那時候我身體沒有辦法動 你們知道我們台灣人 我們就叫做被壓床 可是這個壓床沒有不舒服的感覺 那只是就很平常 那等到我終於可以掙脫的時候 瞬間千分之一秒的時間 天使消失了 流淌在白色的牆壁上面 那個三個顏色 那個美麗的顏色 就這樣不見了 所以前面我回到英國之後 我的手開始癢了 不是因為有富貴手 是因為我不曉得為什麼 我很想要畫 我開始畫 那開始一直在畫 那剛開始從A4 然後後來到就是比較大的尺寸 那本來從很簡單的蠟筆 後來到壓克力 一直到水彩 一直到油料 我那時候都沒有想到 因為我在漆油漆 我那個時候很愤慨 甚至覺得很難過 可是我沒有想到我這個當油漆工 其實是要奠定我後面可以成為畫家的基礎 各位你們聽聽看嗎 畫家跟油漆工 是不是都要用到筆刷 是不是都要用到顏料 我那時候好笨喔 我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各位 如果你現在碰到一些困難 你要謝謝這些困難 因為也許好事會發生在後面 你真的都不知道 好 那個時候呢 我就開始畫 那有一天我在房間畫 因為我開始畫油畫的時候 那畫油畫是這樣子 你門窗一定要打開來 不然畫會有毒素 所以我就開著窗開著門 在那邊在我自己的房間畫畫 突然我的房東就經過說 Jimmy I didn't know you can paint I didn't know you can paint I didn't know you're doing very well 我說 我隨便亂畫的 然後他就說 哇 剛好我的客廳剛整修完畢 那空空的 你這幅畫畫完之後 可不可以讓我放在我的牆壁上面 我在想著說 我如果借給房東這幅畫 也許他會送我便宜一點房租 所以我就借給他了 然後有一天 房東他就辦了一個 大概五六十個人的那個Party 那剛好房東是 蘇格蘭國家博物館的財政總裁 那他就在現場辦了很盛大的藝術活動 裡面一些藝文界的人士 誰我反而我都不知道 因為我當時我只是一個油漆工 10點半左右的時候 然後我被房東叫下去就說 Wait up 我說What 有人想要認識你 那就把我帶下去 就有一位先生 微笑對著我畫的那一幅裸泥圖 就說聽說這幅畫是你畫的 我說 嗯 那你還有沒有其他的作品 我說有 在哪裡 在我房間 他就跟我過去 一看 他就說 你等一下 我打一下電話 兩分鐘之後 他就握著微笑 握著我的手就說 你好 我是愛丁堡國際一歲節的 青年連展的策展人 我最近在找一些特別的藝術家 我覺得你的作品我非常非常喜歡 而且也有市場力 我想要邀請你參加我 就這一次在愛丁堡國際一歲節 的10人的青年連展 我那個時候聽 我腦子一片空白 然後呢 嗡嗡嗡 頭腦就嗡嗡嗡 我什麼都 那個時候被驚嚇了 我在想 哇靠 愛丁堡國際藝術節 這麼盛大的藝術節 那麼多 全世界這麼多頂尖的藝術家 擠過頭都擠不 未必可以擠得進去的人 那我既然坐在家裡 隨便畫畫就有人邀請我進去 我覺得我真的是在開玩笑 我當然要不要答應 當然要答應啊 笨蛋 那所以那個時候 我很想要尖叫 可是我忍住了 所以呢 我隔天我就得了內傷了 開玩笑 我說如果你要快樂 你想哭 你想笑 你就要釋放出來 壓在裡面 就是會出問題的 那後來呢 就是那個伴展的時間到了 八月份到了 那每一個人要出三幅作品 那十個人就有三四幅作品了 那我永遠記得 那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展場 叫Ocean Terminal 那我去的時候呢 那天晚上opening呢 那個車展人又把我叫過去 發生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我是第一個把畫賣出去的藝術 我就這樣子 我就莫名其妙成為了一個畫家 總有氣候 後來我就發現 奇怪 好像 大家 奇怪 我就覺得 有人欣賞我的畫 而且願意掏錢出來 那我表示我有市場性 那我就多畫幾個 那我就可以寄錢回家 因為各位 其實那三年的時間 我人間蒸發 其實我覺得很不孝順 因為我是家裡的長子 我有三年的時間 除了沒有聯絡家人之外 對不起我每一次講的時候 我心裡面都 還是會覺得很感慨 那 因為我是家裡的長子 那我都沒有寄錢回家 每次碰到父母親要 因為我家有五個孩子 父母親要 就是 弟弟妹妹要繳學費的時候 其實是父母親最難過 而且是最痛苦的時候 因為家裡五個 那四個在那邊 每次要繳學費都傷腦筋 那我覺得我自己很不孝順 離開家那麼久 沒有聯絡也沒有寄錢回家 所以我就在想 我應該要好好畫 多畫幾個 然後可以多穿一點錢 寄錢回家 幫助爸爸媽媽 所以呢 那一陣子我就開始畫 瘋狂的畫 瘋狂的畫 因為為什麼 愛天堡國際藝術節一年就只有一次嗎 那我就等不到隔年了 那我就想 在這個當中 我應該要多畫 也許我可以到一些 一些藝廊那邊去敲門 你知道 那個時候 那段時間我畫了二十幾幅畫 我就像那個推銷員一樣 我拉著我的那個 那個行李車 我就這樣子 挨家挨戶的跟 所有的藝廊的老闆在那邊敲門 因為各位 當一個人有需要 或是當一個人需要生存的時候 所有人面問題都不重要了 什麼尊嚴都不重要了 因為你要生存下去 所以呢 那段時間我就開始 自己膽子很大 我覺得現在我都覺得自己的膽子 為什麼可以這麼大 那個時候我還記得那個街 叫Danda Street 是所有商業一郎的街道 一家在 嗨 我這邊有一些畫 不曉得有沒有機會在這邊展覽 他說你哪裡畢業的 我就說我只是一個高中畢業的學生 然後 就是喜歡畫畫 他說對不起 我們要科班的 而且現在有學院派的 就這樣子把我給請出去了耶 我那時候好想找地洞磚 所以呢 但是我還是沒有放棄 到了第二家 嗨 I have some painting I don't know I have a chance to to cooperation with you 然後他們就說 啊 對不起 太鮮艷了 你這個顏色 這不適合我們這個 一郎 因為有些一郎他們是喜歡 比較素雅的 到了第三家 第四家 第五家 各位 我敲了十幾家 沒有人要我的作品 沒有一家要我的作品 我那時候很想找地洞轉 又累 下午三點半 是我喝黑咖啡的時間 三點半 所以呢 因為累嘛 那我就剛好在轉角看到了一間咖啡店 我永遠記住這個咖啡店 沙拉咖啡 那我到了那個地方 我就進去點了一杯黑咖啡之後呢 我就在牆面上 我就發現 有很多年輕藝術家的作品 而且賣的很便宜 我在想 這些藝術家一定跟我一樣 也是那種 主要一郎打不進去 就退而求是來 來咖啡店裡面找機會 所以我就至高奮勇的 我哪個東西 我很愛演戲 等一下 就在他 然後我就說 老闆你好 我這邊有一幅畫 我就直接把我的畫擺在他的前面 結果 因為為什麼 前面有一些 一些老闆 我的畫連看都還沒有看 就把我請走了 這一次我學乖了 所以我就直接 在他還沒有說no之前 我已經把我的作品擺在他的前面 結果他就說 好漂亮好可愛 為什麼 各位為什麼 那是墨西哥餐廳 他們喜歡什麼樣的顏色 所以我壓隊寶了 那時候我就說 老闆 不曉得我有沒有機會在這邊展覽 那 你也喜歡我的作品嗎 他說 抱歉抱歉 我從年初到年尾全部買了 因為很便宜 所以很多藝術家都來 我說拜託拜託 我從早上一直到現在 都沒有人答應 可以給我機會 那你也喜歡我的作品 拜託拜託 哪怕一點點的時間也好 給我一點機會 我向他鞠躬 他看到我這麼誠懇 而且扭不過我 就是這麼一直堅持 所以呢 他就說你等一下 那他就翻了那個 他的形勢力就跟我說 這樣子好了 我這邊 有第一個跟第二個藝術家 中間的一個gap 只有五天 你要不要 各位 如果是你的話 你要不要這個五天 如果是你要不要這個五天 傻瓜 要啊 所以呢 我就趕快用就是 那個奧運衝100米的速度 衝回家去拿定基 再回來 那時候是80英鎊嘛 那還不是很貴 80英鎊 那時候是1比50幾 現在1比30 8 39嘛 對 那時候80英鎊 80乘50的話是多少 我的數學很差勁 所以你們就知道 為什麼考不上台大的原因 好 反正就是幾千塊錢 那後來呢 我就過來 所以到底是幾千塊還是幾萬塊 四千塊 定金耶 可是呢 你要自己掛畫 你要自己策展 你要自己 所以那個時候呢 我就是校長間敲鐘的 我就自己掛畫 我自己調燈光 那我自己當自己攝影師 甚至我自己設計那個宣傳海報 那我甚至跑到人家劇院 人家要結束之後 我到門口10點 9點半10點 我就在外面等 幹嘛 發傳單 你好 我有個畫展 麻煩 歡迎你參加 我也這個畫展 那我也到美術館 博物館外面幹嘛 發傳單 因為我沒有一些公關的能力 甚至沒有媒體幫忙 所以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都自己來啊 所以呢 辦展那個時候 我要切水果 我又要調酒 還好之前也在四大陸那邊 當過 bartender 所以我不知道怎麼調酒 切水果 那個更容易的對原住民來講 我小時候切到它 因為我家是幹嘛的 有的時候 我們會賣一些水果 那個時候 那我也 反正就什麼都做 那我謝謝 那時候覺得很辛苦 可是各位 我謝謝有這個辛苦 因為它造就了我 後來別人無法取代的能力 我是少數幾個藝術家 連策展都會 連設計海報都會 甚至還會和銷 像這種東西 所以 有困難的時候 你要謝謝這個困難 因為它會造就未來你的能力 好 那後來呢 就是我要到這五天之後啊 我每一天啊 我就 就是裝作 就是路人甲路人椅 在門口經過 第一天 我就插口袋 過一重門口經過 看一下 第二天我就騎腳踏車 戴法國帽 假裝是法國人 經過看一下 每一天都不同的造型 為什麼各位 我在乎 因為為什麼 我想知道 別人在看我的作品的感覺是怎麼樣 因為這個是 我生平第一次的歌展 到了第五天 我到門口的時候 我很忐忑不安 我就想說 拜託賣一幅畫也好 不然丟你得要命 當我正在那邊抓頭的時候 老闆剛好跑出來 要抽菸 一看到我的時候 Jamie 燙 然後都是把我推進去 說 Look 我說What 一排紅點嘛 我不曉得紅點是什麼意思 各位 紅點代表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各位 我賣了85%的作品 一排紅點 我站在那個地方 一直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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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終於可以寄錢回家 給爸爸媽媽 因為我想這些人 他們永遠都不會明白我們這些流浪的人 在外面我們受到了什麼苦 有什麼樣的壓抑 有什麼樣的孤單 我那個時候就一直哭一直哭 因為最主要就是 妹妹他們的學費越來越貴了 因為有人升國中 有人升高中 越來越貴 我終於可以寄錢回家的時候 我好開心 所以那個時候我終於 可以打電話給爸爸媽媽說 我很好 而且我可以寄錢回家了 好 那個時候我就一直哭 一直聳見聳見 弄到最後那個老闆就說 好了你不要哭了啦 我可以買你一幅畫 就這樣子 各位我只要一攬我打不進去 我就退了球 吸著就到了咖啡店 後來我又敲了餐廳的門 後來我又敲了五星級的飯店 連五星級的飯店那個男生小便池上面那個白色的那個空白處 我都要各位 為什麼 我要生存 為什麼 我要活下去 為什麼 我要被看見 後來呢 就這樣子 有一天 有一個朋友就跟我說 嘿 姐妹 英國那個倫敦藝術大學在舉辦一個全球華人的美術比賽 你要不要參加 我說 拜託開玩笑 人家是科班出身的 我這種野生的怎麼跟人家去比 後來呢 他說你 我覺得你很棒 你可以試試看 他就說 Never try never know 不是怎麼知道 那一直到最後那一天 報名接著那一天的最後半個小時 我還沒有把我的那個電子的那個報名表記過去 因為我覺得我可能沒有機會 碰到最後的時候 我的朋友就說 你報名了沒有 我就說我還沒有 他說你給我報名 所以因為他對我很有自信心 他對我很有信心 也鼓勵到我 所以因為他就說 You're nothing to lose Never try never know 所以呢 我就決定在那個最後的半小時 投訂了我的那個電子的報名 就這樣子兩個禮拜 家英榮通知我說 我入選了前三十到 因為從兩百件的作品當中 他們要選出最後的複賽三十位 那進入複賽之後呢 又要把就是原作 我的真正的作品呢 送到倫敦去 因為愛丁堡到倫敦 需要四個小時的火車過去 所以我就帶著我的三件作品 帶著我的三件作品下去 那因為他就說 在那個地方還要等兩天才會有結果 所以我在愛丁堡 我在倫敦又多待了兩天 兩天之後竟然跟我說 Congratulations You're in the top ten 你進入了前十大 我說 開玩笑 有沒有在開玩笑 而且我那個時候又是 在前十大裡面 他們又拿我的作品當作主視覺 那如果是主視覺的話 應該前三名有吧各位 前三名有吧 拍手一下嘛 就愛要拍手 好 那個時候呢 我就這樣子 開始有些小有知名度弄到最後 曾經拒絕過我的老闆 伊朗老闆 又跑部分了 不是全部 又跑回來找我 後來呢 我回來之後呢 我就常常我到校園 我到部落 我到企業那邊去演講 其實各位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我這個 永不放棄的 勇氣跟精神 我常常跟部落的孩子 還有企業家 還有校園的學生們說 如果優哥放棄了那個第十七次 第十八次的敲門勇氣 我不可能有今天 而且各位 機會不會自己送上門來 一定是要你自己親自一家一家的敲 第一家第十家 沒有人要你的東西 並不代表你不好 時候未到 繼續敲 直到敲到有一家門為你打開 一定會有 沒有好跟不好 只是適合不適合而已 所以我鼓勵大家勇敢的去追夢 勇敢的去做夢 反正做夢免費嘛 但是要達到夢想 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到 不然這個夢想 永遠只是一個夢想 你的行動力 你要去實踐它 如果說你喜歡一個東西 你第一 早上起來你就要開始 努力的朝這個方向去做 你如果喜歡唱歌 你如果喜歡跳舞 早上第一件事情起來 就是專精在這件事情上 一次專心做一件事情 日本人講的 一騎一會 就是專心做一件事情 把一件事情做好 各位 好 接下來我們去旅行好不好 好 我們去旅行 好 好 那其實這一次我們的主題是 我的學識歷程 對不對 是不是叫我的學識歷程 好 那其實 我的學識歷程 其實各位 中間如果各位想要上洗手間 想要走動 想說 啊 優哥這個 這麼難聽 我要睡覺你也可以睡覺 沒有關係 都很自由 大家都是大人 所以大家就可以自由走動 那個如果想要去的話 那我現在就繼續 因為我要一直講到九點多 好所以那我現在跟大家分享了 我的學習過程 是這樣子各位 其實我是一個科班 我不是一個科班出身的藝術家 所以我不在一個正統的體系裡面出來的人 但是並不代表我沒有我的本質學能 因為呢 我自己會創造自己的學習環境 我記得我16歲的時候 為了曾經想要學英文 我從基督教叛教 跑到魔門教那邊去 為什麼 我要學英文 那我記得 我那個時候為了要學英文呢 我特別的跑到了斯大陸那個地方 有人在 就是外國人去的地方 他們要應徵Bartender 因為Bartender 他每一天都要跟外國人接觸嘛 所以我選擇了這個工作 為什麼 因為我要學英文 那當一般的西方人 他們要找室友的時候 我第一個舉手 為什麼 因為我要利用他們 去學英文 因為沒有錢嘛 但是沒有錢 補習 或是沒有錢去出國遊學 但是也有方法 那我這個故事呢 其實已經 上了很多次那個空中英語教室的 如何把英文學好的這件事情 那因為我純粹是土法煉綱的 那當然 那並不代表我沒有經過學習 大家怎麼看我怎麼學習 就像我剛剛跟你講的一樣 我為了要學習英文 我把自己丟在一個有英文環境的工作場域裡面 那我甚至去找外國人一起住 所以我一天24小時我都有機會再講英文 所以呢 我不必出國一毛錢都沒有花 像有些人一出國一送孩子出去幾百萬跑不掉吧 一年的費用 甚至更多更多 各位 我沒有花爸爸媽媽一毛錢 我自己在出國之前已經奠定了基礎 那我記得我自己在在錢歸當外場工作人員的時候 各位我每天後面我的口袋後面有三十個單字 一天三十個單字一個月下來有幾個單字 很多欸 所以呢 因為一整句的英文其實是用單字串連起來 有的時候呢 我們只要聽得懂幾個單字其實整句其實就差不多了 各位我們在台灣 我們交換了一種很奇怪的現象的學生 很會考試碰到阿多嘎還不是啞巴 只會考試碰到阿多嘎變成啞巴 那另外有一種人像我這種人沒有說好跟不好 每一個人的學習方式都不一樣 我是一個高中畢業的學生 那我也沒有錢所以我用自己的方式去 我考試我從來沒有及格過 各位從國中到高中我從來沒有及格過 如果真的有及格是 因為人家幫我的忙就是前面故意露給我看 我從來沒有及格過 那去年我回到玉璃高中這個學校去 那我的母校我就要去查我的英文成績 我的總成績是28分 可是我現在在聯合國的文教組織 還有就是太平洋國際藝術博覽會 那還有很多的就是國際場和愛丁堡國際藝術節 我就是介紹台灣原住民的當代藝術 我推廣台灣用的就是英文 所以是會考試還是要會表達哪一個有用 是不是 大家平衡一下 所以我們就像我們之前講的 我們常常講的 你學校的成績並不能代表你未來的工作能力 各位 公司行號是要找那些會做事的人 而不是會考試的人 會做事跟會考試是不一樣的各位 所以呢 我要打破就是各位的一些迷失 那我怎麼製造環境 那剛剛我有講過了 除了我自己去當Bartender 那去找阿朵家住 那我口袋隨時都有單字 為了要學英文 我從基督教叛教到摩門教 等到學會的時候我又回來基督教 那其實你學習的這個過程 過那個什麼那個過程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目的有沒有達成 目的有沒有達成 所以呢我用各種的方式去把我自己的 就是語文學好 所以以至於我到國外去的時候 我完全沒有適應的問題 除了天氣飲食之外 那語言這種東西 其實我除了要克服一個東西 就是蘇格蘭的那個口音 各位我們在台灣都是美式口音嘛 那英式口音是不是已經很難懂了對不對 可是我在蘇格蘭的那個地方 埃丁堡 它又是比英國口音更難懂的 蘇格蘭在地口音 我要花半年的時間我才聽得懂 他們在講什麼東西 那久了之後就會 那所以各位我鼓勵你們 如果你們對語文有興趣的話 鼓勵你們自己創造一個環境 當環境 你沒有這個環境的話 你就創造這個環境 是可以的 甚至不花錢 那這個非常重要 還有就是 我常常在帶部落的孩子 在畫畫的時候 各位我因為自己不是科班出身的 那有些人問我就是說 奇怪 優西夫 你不是科班出身的 怎麼看起來你用的顏色 好像是受過訓練 No 我是從大自然裡面看那些顏色 各位 我記得2010年 嚴長壽先生邀請我到台東大學 去辦藝術營的時候 那時候 他的那個教室的陣容卡 是真的太強了 另外一名叫舞蹈 裝置藝術找蔡國強 然後音樂的部分是找朱鍾琴 畫畫就找我 我就瞪著眼睛跟總裁說 袁總裁你要不要換人 人家都是國籍級的大師 我這個算什麼東西 他跟我講一句話我才敢接 他就說 優西夫 我不是看到你現在有多少成就 而是我看到你未來的潛質 而且你是從部落來的孩子 你的那些經歷 可以鼓勵到這些年輕人 所以我才敢 那我是怎麼樣 在土法煉綱要繳教材 因為那時候他們是說 每個老師都要繳教材 你這次要教的什麼大綱 我沒有教 因為為什麼 我不是科班 就是我要怎麼教色彩學 各位 可是到最後我的孩子 有辦法上到了很多的雜誌 甚至不曉得各位 有沒有印象 2010年到2013年 小巨蛋前面巴德路跟 巴德路跟 安和路 那不是巴德路 巴德路 敦化 對 巴德路敦化 小巨蛋前面 有一些原住民的 就是戶外的一些美戰 那個就是我跟小朋友的作品 那我們是怎麼樣 我帶小朋友 我們到大自然裡面去 我是說各位 你們仔細去看 那些蝴蝶身上的顏色 你們看瓢蟲身上的顏色 你們看一下那個光跟影的 那個變化 從樹梢上就是看 我說最好的美學教室 跟色彩學 就是從大自然裡面 各位 其實最好的教室 真正的教室不在教室裡面 是在教室以外 所以呢 當我們就是教出 我們這樣的孩子 告訴他們最好的美學教室 就是在環境的時候 他們就知道要怎麼用顏色了 所以呢 他們創造出的顏色 就開始有生命力了 下一個 我可以自己嗎 很像 好 我剛剛有講到 學校的成績 不等於工作能力 我們現在有太多的人 讀很多的書 甚至讀到碩士 博士 我甚至有一些朋友 他們讀完碩士之後 還想再繼續讀 我問他幾歲了 已經三十幾歲了 我說你不要工作嗎 你家境很好是不是 你不想要工作嗎 各位為什麼 他們要逃避 就是進入社會之後 他們有沒有辦法 找到工作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們這個社會 好像怎麼了 因為每一個人都在 比哪一個學歷高 那當然我知道 學歷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學歷並不代表 你的工作能力 其實現在企業界 都在找那些 真正會在做事的人 各位 我鼓勵你們 做中學 學中做 當我們還在讀書的時候 我們就要開始有一些 工作上的經驗 哪怕是暑期 或是寒假的時候 只要我們有機會 我甚至今天來的時候 有一個學生讓我覺得 我很想要送一本書給他 他姓陳 我忘了他叫聲音的名字 他就說優哥 我現在幫你弄完PPT之後 那我要趕去上課了 我說你不是職員嗎 他說白天我在這邊工作 晚上我要上課 他是白 早上九點一直到下午五點在工作 晚上他要從六點半上到十點多 他這個女孩子讓我敬佩 各位 他是這樣子的 當然就是每一個人的家庭環境都不一樣 每一個人的能力也不一樣 但是像這種人 一定是企業界要找的人 各位 所以不要有那種高學歷的迷思 剛剛我們還講的一個gap year 很多西方的孩子是這樣子 當高中畢業 要準備進入大學的時候 他們會有一個gap year 就是休學一年的時間 做什麼 去旅行 去找自己 真正想要做什麼事情 去思考 用一年的時間 所以為什麼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背包客 都好年輕喔 15歲 14歲 16歲 17歲 18歲 我最近就有一個朋友 背包客從比利時過來 很年輕 就自己過來 對 自己解決吃住 不會說英文 自己想盡辦法google 用各種辦法 他就是有辦法找到故宮 就是有辦法找到 那個訪寮在哪裡 各位你們去過訪寮嗎 連我自己都會迷路了 他就是有 不會講英文 不會講中文 他就是有辦法找到訪寮 不會講中文 他就是有辦法找到蘭嶼 還找到住的地方 所以呢各位 各位 在旅行的當中 可以培養我們很多很多的能力 真正的知識 在教室以外 各位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 那很多人問我就是說 你在沒有任何的一個科班 正規的一個學術的一個環境裡面 你如何吸取你的養分 或是你如何創造你的東西 各位 歐洲是一個人文繪綴的一個國度 那很多的博物館 美術館或是展覽 都是免費開放給民眾看的 所以他們的美感教育非常 做得非常成功 那我就一直覺得 人家一百萬 可以把房子蓋得像藝術品 那我們就是有辦法 把它蓋成像監牢一樣 那我們的問題是在哪邊 美感教育 那所以呢 那這些美感教育 不是從課本裡面 可以被培養的 它是從生活裡面被培養 它是透過旅行的時候 你所吸收到的東西被培養 比如說 你在旅行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建築 人文 食物 文化的差異 甚至氣候 那所以旅行 它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一個 就學習的一個方式 我就是透過旅行 那就像我剛剛有之前講的一樣 那我的色彩學 我不會色彩學 那可是怎麼辦呢 我帶學生到外面去看環境 去看大地 去看昆蟲 去看動物怎麼食用顏色 大家知道那個變色龍吧 身上那個顏色 大家看過 我曾經拿一片葉子讓學生看 我就說 這個葉子是什麼顏色 他們就說綠色 我說你再仔細看 有黃色 有藍色 有咖啡色 還有紅點白點 甚至還有會有一些淡金色 在綠色的上面 所以各位 真正的知識是在教室以外 沒有限制才有無限的可能 其實很多人都 我曾經想要到一般學院去上課 其實講老實話 我到過艾根堡藝術大學去上過 三天吧 那時候我繳了一個月的費用 我去了三天之後 我發現 我是屬於那種 不能有框架的人 而且我是野生的 不能綁在一個 就是欄杆裡面 因為為什麼 老師教的 其實沒有辦法滿足我 因為他們教的是一些技巧 其實真正好的藝術家 不是技巧 技巧就像彈吉他 就是彈鋼琴一樣 久了 你就熟能生巧 可是要學一種東西 你的創意 你的創意 這不是學校可以教得出來 創意靠什麼 靠你去體會 所以各位 去流浪 去曬太陽 去淋雨 去失戀 去談戀愛 去跌倒 去嘗 去擁抱 去聽 去聞 然後呢 去摔玻璃 去丟東西 去游泳 各位 至少你精彩活著 因為在這個世界當中 你會開始有所學習 當你開始不讓自己有限制的時候 你就會有無限的可能 很多人都看到我的作品 就說 哇 我喜歡這些燦爛的顏色 哇 你這個 怎麼會這個顏色配這個顏色 明明是衝突色 可是為什麼擺上去還是這麼好看 各位 畫畫是這個樣子 做事情也是這個樣子 你未來 你的人生的規劃也是這個樣子 不要有框架 因為當我們一有框架之後 其實你就在畫地自限 你一有框架 你就沒有辦法自由 沒有自由的人 靈魂不夠自由 或是你的方式不夠自由 你就不會有靈活性 那工作裡面 在一般的社會 其實你不會找這種 沒有靈活度的人 而且沒有創造力的人 好 好 現在呢 有一個部分呢 我想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是在2014年 2015年的時候 我在自己的Gallery 在華山英文中心那個地方 用我自己原住民當代藝術 把藝術變成生活美學的東西 你看一看那個創造力 是怎麼樣進行 那我們現在可不可以把場燈關掉 大家可以看那個最主要的那個顏色 我這個要按Play是不是 各位 好 謝謝 所以各位 其實大家都把眼光往外看 覺得台灣不夠好 所以我們一天到晚 哈寒哈日 其實台灣有很多美麗的文化和藝術 這是我們願不願意往內看 因為呢 其實我一直覺得台灣有它自己真正的美麗 大家應該好好的花時間去認識台灣 各位 我們都有辦法把長江經過中國拿幾條省份倒背如流 但是 試問 我們有辦法把台灣有幾個原住民族群 認識他們嗎 大家可能都一直以為是九族 有九族文化成 各位我們現在一共有16族 所以花一點時間認識自己土地的族群 這個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接下來 把這個 好 好 現在我想帶大家去旅行 大家 麻煩把你們的那個安全帶扣上 我們準備要起飛了 好 這個呢 是我在比利時的一個街道 那它這個是用轉動的那種音樂盒 它一轉動之後呢 就會有音樂 那會有一些布偶就在上面 就在跳舞 非常非常的 有那種 時間的光滑 甚至有那種懷舊感 我真的很訝異 一直到現在為止 還有這種的行業在 雖然落寞了 但是呢 就是因為有的這些 傳統的東西 讓這個城市 多加了一點城市的魅力在 這個是也是比利時的一個廣場 大家曉不曉得 那個比利時最有名的名才是什麼 巧克力 巧克力 還有一個他們的地標是什麼 牛牛小頭 對 對 大家就有世界觀 擁有世界觀 非常非常重要 好 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再把這個燈光再暗一點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清楚 不然的話這樣子全部泛白 好可惜 因為事實上它的彩度 欸 好多了 好 好 各位猜這個在哪裡 這在印尼 巴厘島的 那個印尼的巴厘島 他們有一種舞蹈就是 一種寄生的舞蹈 全村的人都出動 小孩子 大人老人都出來 那 其實 各位曉不曉得 南太平洋裡面 台灣是一個南島語系的一個起源地 經過了地質學家 人類學家 還有DNA 還有語文學家的那個證實 所有南島語系 都是從台灣分支出去的 所以台灣的原住民站在 南島語系非常重要的一個 就像母親一樣的一個角色 這個也是他們在現場 男生他們要跳舞之前 接下來他們也有勇士舞 我們台灣的原住民也有勇士舞 他們那邊的男人是帶花的 所以男人 誰說男人不可以帶花 男人是不是也可以帶花 這個是他們的那個建築 就是他們的小廟 有點像我們的那種 那個是什麼塔 那個 我們高雄有個這種塔 是不是 一層一層上去的 這是我不會說 那我覺得這個建築很棒 他們是用那個 椰子的葉子曬乾之後 它因為就是它的那個纖維 還有它的質地比較硬 所以它可以來當作就是它的屋頂 非常漂亮 我覺得光是從建築藝術來看 我們就可以從就是外國這邊 學習他們的設計的概念 這個是在愛丁堡附近 一個小小的一個漁村 這個漁村也是一樣 大家仔細看 它這個地方不是鋼筋水泥 如果是在台灣 可能一大堆已經是有那種 水泥的那個叫什麼 水泥種子 蕭波塊 蕭波塊 對 很像粽子的那個去蕭波塊 我覺得蕭波塊其實是一個很不環保 而且非常浪費 這對環境沒有幫助的一個東西 可以看到他們用在地的滑岡岩 水泥起來 所以他們不會影響到地貌 反而讓這個地方可以跟大自然合而為一 各位 這是一家餐廳的那個Menu 所以各位Menu可不可以這樣子做 當然可以 好 這邊有沒有為了18歲的 都滿了齁 好 椰子呢 還有很多的那個用途 除了喝完那個椰子之後 大家不要丟掉 因為可以做環保 也可以做支援回收 可以當作胸罩 所以大家喝完了之後 不要丟掉 知道嗎 好 各位這是從高空上看到的那個 這個夏威夷的那個美景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藍色漸層 是不是很美 非常非常的美 而且在那個地方游泳 不小心還會撞到海龜 因為那邊的環境太好了 所以呢 那邊的那個自然生態 都保護得還不錯 好 各位 這個就是他們在當時那邊的 就是呼拉伍的一個造型 大家曉不曉得 台灣有哪幾個族群在戴花環 盧凱族還有兩個 不是 台灣族還有一個 張惠妹的那個是什麼族群 悲男 是 所以呢悲男 盧凱排灣族他們都有戴花環 曉不曉得他們為什麼要戴這個花環 那是因為喔 就是父母親 在孩子滿18歲的時候 就會在家裡附近編織花 找到什麼花就編織花環 然後這個花環戴上去 一個成年裡的一個印記 那老人呢 他們排灣族盧凱族是 如果說他們非常敬重這個老人 他們會編織這個花環給這個老人 然後有些德高萬眾 甚至就是人氣比較旺的老人 就看到有點像那個辛普森家庭 那個媽媽 那個媽媽戴那個頭就頂得很高的那個 非常有意思 所以要記住 他們戴花環不是沒有意思的 其實是有一些意涵在裡面 這個是在哪邊 Paris 這是被綠名 非常有名的建築地標 在那個地方 我記得有一次 我帶爸爸媽媽到那個地方去 媽媽看到了那個 那個Mona Lisa 就是說這個女生這麼醜 又沒有眉毛 怎麼大家都要去拍她 然後我爸爸要看到 因為我們到那個阿菲律鐵塔 要坐電梯上去 要看巴黎的全景嘛 我們巴黎鐵塔 結果我爸爸不敢上去 為什麼 他就說 那麼大的電塔不會電人啊 因為很像電塔不是嗎 也對呀 所以鬧成了很多的玩笑 我爸爸媽媽 他每到一個國家 然後他們就去偷那個花園的種子 有時候不見 又不見 到花園一定找得到的 為什麼他們去偷人家的種子 媽爸爸就把那些種子 就裝在媽媽的那個絲襪裡面 就偷渡回來 現在我們家旁邊 就有一個歐洲小花園 哈哈哈哈 好 這個是米羅的作品 米羅的作品 它是 這個也是法國那邊很有名的一個 那個 美術館外面的噴水泉的一個造型 猜各位 這是在哪裡 猜一下猜一下 它很乾嘛 應該是在哪裡 沙哈拉沙漠 各位 這是我幾年前 我到沙哈拉沙漠 那個時候 一路上我們要搭那個巴士 那我是在剛好醒來的時候看到這個 我在最後的一秒鐘把它按下來 如果我錯失了那個 我慢了一秒鐘 這一幕就看不到了 猜 各位這是什麼東西 警察局 他們的那個警察官少 就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很有創造力各位 誰說警察不能用粉紅色 是不是很好玩 所以不要有限制 好 這位先生真的很不必 45度角 真的很不必 好 不要理他 好 各位仔細看後面 這個 各位可以看到 他每一個磚塊大概就是 很大 大概就是這麼大 很高很高 就可想而知 當初他們這些努力是怎麼樣子 用什麼樣的功法 那個時候又沒有起重機 是怎麼弄上去了 一直到現在為止還是一個謎 當我站在他的前面 我覺得自己的渺小 還有人類智慧的偉大 好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駱駝 當地的居民為了要招攬 甚至就是他們傳統裡面 他們的駱駝是有裝飾的 妇女們就把一些裝飾品 就是擺在上面 所以駱駝很美 但是駱駝不能太靠近 他有點像落馬一樣 他不喜歡你 他就直接吐口水給你 對 所以你們有機會 要就是接近落馬的時候 請小心 因為他們吐得很準 要記得避開一點 好 我們也看到了 這邊人面獅神 這個人面獅神 因為經過長年的風吹日曬 其實他一直在風化當中 不過在現場看 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撼 非常震撼 好 這個是在西班牙 一個度假的一個海港小鎮 那我剛好 我那邊的工作室 就在他這一棟的前面 看到海 這個巴塞隆納大家知道吧 巴塞隆納有一個很有名的 就是玉米教堂高地這個建築 它是模仿 就是大自然還有玉米的造型 弄成一個教堂 蓋了兩百多年 現在還在蓋可想而知 它的那個建築的裡面的工程有多浩大 所以鼓勵各位 有機會到巴塞隆納 一定要去看這個玉米教堂 那大家想不曉得 為什麼要用藍色跟白色 我是旅行了之後 問了當地人我才知道 我那時候去 2003年我到希拉區旅行的時候 我問過 導遊是說 蒼蠅怕藍色 蒼蠅不喜歡藍色 因為要趕蒼蠅 那為什麼要用白色 散熱 這樣子合理了吧 這樣我們就懂了 他們不是順順便便就是 我弄這個藍色 弄這個白色 就這樣子弄 是有原因的 所以旅行 就是透過這樣旅行 我們可以 可以 睜開我們的眼睛之外 也可以了解很多不同的地方的 民情風俗 大家可以知道西班牙嗎 西班牙最有名的就是 他們會有那個Flamingo 還有就是彈吉他 那這也是其中的一景 才各位這在哪裡 然後這個是什麼教 我那個時候是在三年前 我到西雅圖的時候 看到的一個 算是清教徒之類 基督教的一種清教徒 那他們就是 從以前到現在 不管年輕還是老人 都是穿的 穿著以前 以前在很早古的世紀 穿下來 他們一直是非常保守一個 他們不能聽流行音樂 不能這個樣子 也不能那個樣子 我只能在遠遠的拍他們 我是覺得一個宗教帶來束縛 那就不要吧 幹嘛那麼痛苦 快樂最重要 好這個也是在西雅圖 那個時候秋天 已經落葉下來了 那我剛好看到這個 車子 我覺得很美 把它拍下來 葉子呢 它也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氣象台 因為它知道 秋天來了 春天來了 它也會發芽 所以我很喜歡拍樹 甚至也開始花樹 這是在西雅圖的墨西哥的那個 就是外面的街頭藝人 大家可以看到 像不像我們台灣哪一族的那個織布 再猜 很接近了 泰雅族 烏來那邊不是常常看到人在賣嗎 泰雅族是以紅色為主 還有白色的條紋 很像 連音樂都很像 連長相都像我們這邊的布農族的孩子 我到 我記得我到夏威夷的時候 我到人家商店裡面去 我就要買東西 他說你從哪個島來 因為他們有四五個島嶼族 只知道以為我是夏威夷人 我到越南去 沒有人跟我說 沒有人跟我說其他話 他們以為我是當地的人 我到泰國去 有人問我多少錢 我說 我到拉丁美洲去旅行的時候 因為我們這種臉 就是 沒辦法去Honey Brown 所以呢 到拉丁美洲 然後到東南亞國家 我才去那個菲律賓回來 沒有人把我當作外國人 所以有好處 又有這種國際臉孔 不會被欺負 好 那我們最後的部分 我們來看 在休息夫當代原住民藝術欣賞 各位 其實這幾年來 我在國外 從2008年開始 就在推廣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 那台灣的政治處境非常可憐 人家的就是外交部 可以大剌剌的把國旗擺在門口外面 你猜我們的國旗怎麼擺 是在窗子裡面 擺國旗外面看得到 因為如果我們把國旗放在外面 我們就會被對岸的人抗議 甚至要求取掉 所以但是有一個東西 可以讓台灣被看見 就是文化跟藝術 早年之前 我開始就一個人 在國外愛迪寶國旗藝術界 推廣台灣的原住民當代藝術 除了推廣到這些藝術之外 也間接了做到了國民外交 很多人看到我的話之後 就決定想要來台灣旅行 就真的有人來台灣旅行了 所以藝術跟文化 可以為國家做一些事情 那藝術文化也是我們的小實力 所以我們要好好看中台灣之美 那我們現在可以了 我們已經下飛機了嘛對不對 那我們就到貴賓室 我們來看畫好不好 好 這個是叫太陽之眼 各位 阿美族是母系社會 繼承家產的是母親 而且我們的女生有選擇的權利 我們可以去選擇自己喜歡的對象 我們是把男人娶回家 但是被選中的男人呢 是榮耀 為什麼 表示你體格好 面貌好 又會打獵 又會捕魚 被相中的人 這個是好 是表示你體格好 各方面的條件都很好 你如果沒有被選中 其實是一件 對男人來講 其實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我現在 我要徵求三位男士到台上來 各位是這樣子 阿美族我們 我們有三天的豐年祭嘛 那第二天就是情人之夜 男生呢 通常我們八月份跳舞的時候 我們都會打赤膊上身 為什麼 第一個是熱 第二個是要載現那個童體 其實阿美族的男生 跳舞的時候很 很就是 其實壓力很大 因為呢 後面都有人在打分數 那個少女就會帶媽媽 然後媽媽又會帶那個評審團 阿姨也來 然後阿嬤也來 幹嘛 在打分數 看誰的屁股翹 體格 體格褲狀 來我要邀請 我們請三個男生志工好不好 救你囉 好 站這邊 站上來吧 我們可以給他們拍手好不好 來 他們就這樣子 好 來手牽手嘛 就要跳舞嘛 然後他們就打赤膊啊 然後呢 我們再找兩位女生 你囉 還有你妹妹來 來 他們就跳舞嘛 後面很多那個評審團 你知道嗎 你的阿姨啊 然後你的 你的就是姑姑的小孩 也幫忙打分數 你們就在後面就這樣子 嗯 朱朱點點 就住在那個地方 那你們就要一直跳舞嘛 這樣手拉手 這樣跳舞 然後呢 那我們阿美族男生都有情人帶喔 各位 有一個情人帶是這樣子 如果這個女生喜歡她 你會準備一個檳榔 來 你帶一個 這個很好玩喔 檳榔對 要記住各位 是右肩左下 一定要記住 以後到部落一定要右肩左下 然後你是左肩右下的話 不行這樣子帶 為什麼 這是商家 所以絕對不能帶 錯到部落的時候 一定是要右肩左下 帶到右肩 不然犯忌 好來 要帶哪邊 右肩 你帶 假裝這是情人帶嘛 對不對 然後阿 你喜歡他對不對 有檳榔嗎現場 開玩笑 有一個檳榔對不對 就包起來嘛 你如果喜歡他 你就會這樣看嘛 對 到底會不會戴情人帶啦 你 好啦 會 不是 來 這樣子 右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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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下 左肩 我真的是左肩 左肩 這又為什麼 考不上台大的原因 來 謝謝 好好玩喔 好刺激喔 你如果喜歡這個男生 對不對 女生就會準備檳榔 然後呢 你點一下他 你往後看 你往後看 唉呦 你如果喜歡的話 你看他 你就會把檳榔 放到他的 情人帶裡面 然後他回來看一下 唉呦 還不錯欸 那呢 如果喜歡的話 成交 就牽到手旁邊 就這樣跳了 那如果呢 不喜歡的話 那你呢 你就會 把檳榔還給他 但是私底下偷偷的還 因為要給他面子 不要就是 就是太明顯 然後呢 既然他不喜歡 你再就 英文講 下一位 就一直 直到找到 就是說 就是大家都 所以男人 並不代表他 就是沒有 男人他也有 自己選擇的權利 這個夠 gentleman了吧 各位 當大家還在講 女權主義的時候 我們老子中 幾千萬年前 就已經 就已經懂了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很多東西 大家可以跟原住民 學習 好 然後呢 那如果就是說 兩個女孩子 同時看上一個男孩子 怎麼辦呢 來 接一下 哎呀 好 同時看上一個 為什麼 屁股翹嘛 好 來 同時看上一個男孩子 怎麼辦呢 就拉頭髮嘛 沒開玩笑 那你們兩個 就同時搶 來 同時搶這個情人帶 然後呢 男生就往後看 然後你選 你自己選 你選 比如你選到他 你喜歡他 你就把他牽在旁邊 就跳起舞了 各位 我們給這五位 演員拍手鼓勵 好不好 好 就是這個樣子 很好玩 對 親人帶要怎麼帶 右肩 右肩 很重要 不能左肩喔 好 這就是阿美族的 我們的傳統 好接下來 來看一下 好 我剛剛有講 有的人戴花環 戴花環的用意是什麼 陳寗禮還有 老人 老人 我們進老的時候呢 我們都會戴 這是我畫台東的北南竹 他們也戴花環 他們也戴花環 然後猜一猜 這是哪一族 達悟族 台灣有兩個族群 最愛吃魚 而且只有這兩個民族在捕魚 阿美族跟達悟族 為什麼 因為每一年 四到六月份 就會有 有那個黑潮過來 就會帶來這些魚過來 光是這個三個月的漁獲量 就足夠他們一整年吃 吃不完怎麼辦 曬乾嘛 所以為什麼現在會有 飛魚乾的原油 就是這個樣子 那這幅作品我自己很喜歡 它叫滿足 因為老人說出去捕魚的時候 一天三條就好了 早上一條 中午一條 晚上一條 夠吃就好了 不要對大自然強取豪奪 那很多人 也許有一些商業的眼光來看 好笨喔 那麼大一片海 那麼多魚 為什麼就不一次把牢光 甚至把牢堵死 然後可以賣很多的錢 一勞有益 可是 部落的族人不是這麼想的 因為呢 我們知道怎麼樣子 跟大自然平衡 知道要怎麼跟大自然相處 知道什麼叫做永續 因為現在一次把它抓完之後 接下來下一代怎麼辦 所以呢 然後呢 部落有一些很棒的人文智慧 還有生活態度 特別是對大自然 我們盡天未圖的這個 都可以知道 跟大家學習 像我的爸爸是獵人 那爸爸獵到獵物的時候 不是只有自家人吃 我們是怎麼 我們是分食文化 我們分給鄰居 我們分最好的部位 分給老人 然後呢 父女小孩 那男人呢 吃剩下的骨頭 沒有了 反正就是這種分食文化 我們敬老 我們也愛護 就是自己的主人 所以這種分食文化 這種分享的精神 大家也可以去學習 好 這個呢 你知道我們台灣有一個 我們叫麻糬嘛 對不對 我們阿美族也有一種食物 麻糬 可是我們這個麻糬 是不加糖 也不加花生粉的 通常我們在外面會加一些 裡面加一些紅豆沙馬 那有綠豆的 還有花生粉 那我們是吃原味 我吃這樣子的 我記得小的時候 阿嬤在做那個 我們叫獨論 獨論就是麻糬 在做獨論的時候就說 你要專心 而且不能講話 這個叫focus 認真 他說因為你在做這個獨論的時候 你如果說話 會把口水滴進去 會不衛生嗎 第二個就是說 你倒的時候 如果那個不專心 你那個力道不足的時候 或是不平均的時候 會影響那個口感 所以呢 剛剛我們講的 一起一會 focus 一次認真做一件事情 我就把它畫下來 這是靈感是從我的阿嬤那邊來的 好來猜一下各位 琉璃珠是哪一個原住民的族群在做的 台灣族 還有盧凱族 他們分布在屏東 山地門這一帶 南部的地方 好各位 很多人如果說 尤其夫 我看你的作品 我看不出原住民的東西 因為沒有圖騰 沒有漂流木 沒有百步蛇 誰說原住民的東西 一定要漂流木 百步蛇 還有這些圖騰 不一定啊 那可是我可以在裡面 可是我就告訴他們說 其實我裡面有一些原住民的文化 各位 這個就是 他們的琉璃珠 這個是 彩虹 這個是孔雀之珠 代表愛情 這個是勇士之珠 神靈的眼睛 富饒之珠 彩虹之珠 這個孔雀的那個 孔雀的那個 孔雀之珠代表愛情 它是這樣子 各位我來說一個故事 從前從前 天上有一個很帥的孔雀王子 比優格還帥 到了 到了森林裡面 到人間的森林裡面 去玩耍 就在森林裡面看到了一個 好美的姑娘在洗衣服 就對她一見倾心 愛上她 決定把她娶回家了 可是呢 還是要經過父母親的同意嘛 所以呢 她就 到她家去提親 後來呢 就是 到提親的時候呢 遭到這個 爸爸的拒絕 因為這個爸爸呢 他是部落的一個 頭目 那個頭目就說 對不起 我不能把這個女兒嫁給你 因為 這個是我最小 我最愛的女兒 如果把她 就是讓你 娶回到天上去 我從今以後 再也看不到她了 所以就拒絕了這個婚事 但是這個孔雀王子 並沒有因為受到拒絕離開 反而日日月月年年的 留守在這個公主的身邊 直到有一天 這個公主受到感動了 她覺得 哇 這是真愛 那凌晨的時候 因為她們就是要離開部落 那那個這個 要永遠的離開部落 這個姑娘呢 這個公主呢 她就掉下了一個傷心的眼淚 剛好這個眼淚啊 就滴到了孔雀王子的羽毛上面 就畫畫成一個美麗的彩虹蜘蛛 到了就是部落之後 人們把它捡起來發現 哇 好美的珠子 就把它串在景象上 就變成了現在大家看到的 孔雀蜘蛛 孔雀蜘蛛代表愛情 這就是原住民版的愛情故事 是不是很美 好 羽毛呢 在原住民裡面 代表靈魂 人跟天之間的一個媒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為什麼很多原住民 都愛用羽毛的原因 其實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名字叫聖火 因為之前在倫敦有 就是辦奧運聖火 但我是從那個地方 取得一個靈感 原住民是一個沒有文 是一個沒有文字記載的一個民族 我們是用口傳文化 我們把所有的知識 跟就是我們的記憶 透過文化 透過語言來傳達 我們沒有記錄下來 現在開始有語言了 是因為那個時候 有荷蘭的西班牙的傳教士 用羅馬字拼音 幫我們保存下來 YOSIFU就是羅馬拼音的 有喜福的意思 所以呢 我們有一種文化需要傳承 那個就是我們的 有一種火要傳承 就是我們的文化跟語言 各位曉不曉得 我是五年級生嘛 那五年級生其實在過去 我們在學校的時候 被禁止說母語 客家話 閩南話都沒有辦法說 不然我們要釣狗牌 而且會要被罰錢寫 不愛中華 不曉得是哪一個 哪一個政務官的德政 那個時候就讓很多原住民的孩子 沒有辦法說自己的話 閩南話還有 客家話是有文字記載 原住民沒有 那怎麼辦 就形同一個民族的死亡了 所以那後來還好就是說 有西班牙跟荷蘭人的 這些傳教士來 還有法國的傳教士來 就協助我們透過拉丁的拼法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聖經 有自己的文字記載了 所以各位 我覺得國內 我們要學會一件事情 就是尊重差異 多元文化 那大家其實我們知道在台灣 我們不只是十六族 我們還有閩南 還有客家 還有一般的 從中國 遷移過來的 一些不同的省籍的人 還有外籍的 就是移工 還有就是外配過來 大家曉不曉得 現在外配有多少人 比我們原住民還多 全台灣原住民 只有五十萬多個人 移工 或是說外配人員 兩百多萬 所以我們是少數民族 很珍貴 比台灣迷猴還稀少 請大家好好保護我們 愛護我們 這個是我自己的字畫 這樣叫我聽見自己的聲音 你知道嗎 藝術家畫自己 總是有美化的嫌疑 比如說我把下巴畫尖一點 睫毛畫長一點 鼻子畫挺一點 下窩畫的迷人一點 藝術家都是這樣子 自己畫自己 總是會把自己畫面 其實我畫自己 為什麼叫做我聽見自己的聲音 各位 我二零一零年之前 我從來沒有畫原住民當代藝術 為什麼 我不敢認同 我不敢讓別人知道我是原住民 因為小的時候 我常常被外面的人就是欺負 甚至有種族的歧視 比如說我的膚色很黑 我為了怕大家知道我是原住民 我跑去漂白 然後用了很多各種不同的表白 漂白到最後都泛紅發癢了 為了是什麼 因為怕被別人知道我是原住民 可是到我們在學校的時候 老師叫原住民的孩子坐後面 那我們考林分出去不是很好 就要我們就是吃下我們 揉成一團 吃下那個考林分的事件 讓我們吞下去 那等到我們出社會之後 又叫我們華納三地人 然後其實各位 現在原住民有很多的孩子 普遍缺乏自信 是因為他們被大環境 整個大環境不友善的對待 今天大家都有這個責任 我不希望我們為了我們的孩子 還要再經歷過我們過去的那些苦楚 還有不堪 各位 歷史我們可以記住 但是不要把仇恨一直留在現在 因為如果有仇恨是不會有未來的 那只有我們大家和平共生 讓我們大家互相尊重 我們都已經在這個土地生存 我們已經是台灣人了 不要分彼此 那我也希望大家學習尊重差異 你不一定要認同 但是你要尊重 多元文化 多元文化 大家都講在嘴邊其實都沒有做到 我回來已經兩個月了 各位你們曉不曉得 我坐在計程車上還是會被歧視 當他們知道我是 因為他們問我說你講話怎麼怪怪的 因為又帶了部落口音 又帶了一點英國口音 就怪怪的問我從哪邊來 我說我從花蓮來 我是阿美族的孩子 就開始輕浮了起來 甚至說你們現在還住在山洞裡面嗎 各位 現在是什麼時代了 而且還跟我說你們的舞蹈 是不是跟人家食人族的舞蹈一樣 你們有用電話嗎 你們會用iPhone嗎 我覺得這是什麼時代 其實我心裡面是 我現場沒有生氣 我饒恕他 但是我心裡面覺得很遺憾 一個族群如果我們有先入為主的觀念 我們就看不見 我們就沒有辦法欣賞到他的美 一樣的 非我族就是蠻夷之邦 我覺得這個魯家思想太不應該了 我覺得現在我們 師父我們大家可以放開心胸 我們今天既然都是台灣人了 不要分誰先來誰後來 各位我們都在這個船上 都是家人了 我希望大家可以接受差異 甚至尊重 我們要的不是你要對我們 尊重就好了 我希望我們的孩子 未來的原住民的孩子 也可以健康快樂成長 因為我們多培養他們 給他們機會 善待他們 又給他們一個文明成熟的態度 對他們的時候 這些孩子也會成為台灣的祝福 不是嗎 各位 我覺得今天是一個很美的一個畫面 我一個原住民的部落的孩子 站在台上 跟大家分享 我在世界各地所經歷的所見所聞 我在這個地方 跟大家分享我的部落文化 我的原住民文化 這是一個很美的一個畫面 我希望未來我們有 還有更多更多像這樣 各位 大家都是一個和平的種子 那我們現在其實發現到 其實有很多的紛爭 紛紛擾擾前一陣子的什麼 什麼守護家園 還是什麼什麼什麼的 很多的政治的色彩的東西 各位 沒有和平就不會有未來 沒有饒恕就不會有未來 各位 很多的戰爭 都是因為從種族歧視 還有宗教的就是歧視 甚至起見 各位 過去的十字軍動戰 各位 納稅屠殺的猶太人 還有在非洲有很多的部族的 就是大屠殺 各位 都是種族歧視而來的 現在是一個文明的社會 那真文明在哪邊 不是因為你穿衣服多乾淨 不是因為你受了多高的教育 是來自於你所行出的這個 這個行為是不是夠文明 那我希望透過今天跟大家的分享 還有跟大家剛剛分享 我的成長那一塊 我們一起來學習 除了欣賞 愛台灣 看自己 不要哈喊哈日之外 我們也善待 好好的認識我們台灣 自己在內 裡面有哪一些兄弟姐妹 我所有的兄弟姐妹 是不同的族群 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到這個地方 好 謝謝大家 那有沒有什麼要回應的 到九點 哎呀超時了 我可以走了 抱歉各位 時間到了 好的接下來我們就把這個時間交給您 我覺得非常感動 那我也很高興 這麼多人可以 都可以有機會聽到 然後我們也有錄影 然後到時候 可以放到台大一些講話 我們之後 可以有更多人 聽到這麼棒的演講 我是不是 時間比較晚 我是不是 還是請大家 用最順利的掌聲 謝謝 謝謝我們的優哥 謝謝大家 沒有打課睡 給我面子 哈哈哈 真的嗎 是嗎 真的嗎 家常 家常 ORD Hun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